方向燈的燈泡 那我們先從比較難拆的這邊開始做 拆裝 那首先 鏡頭先帶過來 這邊會有兩顆 防護蓋的扣子 一樣用一字的 插上去轉 這邊一樣 插下去轉 好 打開之後呢 這個 把它搬到旁邊去 大家從這個角度看 攝影師 你要從這邊照 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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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就是 方向燈 好那我們拆的時候呢 手進去 逆時鐘方向轉 逆時鐘喔 好 這樣就拆下來了 那燈泡一樣 燈泡的話是 壓下去 往逆時鐘方向轉 就好了 好那我們把LED的 換上去 一樣是插上去 壓住 順時鐘方向轉 再把它 放上去 這是防呆的你會找到一個地方是可以放進去 好像我現在放進去了 順時鐘方向轉 這樣就固定好了 好那再來還有一顆是 後導車燈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在他的隔壁 好那拆裝方式一模一樣 一樣就是 逆時鐘方向 轉 好然後一樣是 按下去 逆時鐘方向 就拆下來了 然後之後再把 後導車燈的燈泡裝上去就可以了 那安裝方式都一樣 另外一邊的裝 裝法也一樣 只是說 另外一邊呢 來看一下 另外一邊他就比較 明顯了 你就不需要拆那個蓋子 那他另外一顆 是 後霧燈 後霧燈 後霧燈大家比較少用所以就我就 沒有沒有買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 你學會了嗎 接下來要換的是那個 後面的車牌燈 那 首先要先把車牌拆掉 好 車牌用那個 套筒10號的 就可以拆掉 拆掉之後要準備這種小隻的十字起子 然後這樣子轉下來 這個地方的空間比較不好施工 所以 拆的時候要小心 好 那拿下來之後啊 再把燈泡裝上去 這個地方要拆 其實 不難 就是 轉 這樣就好 那這是T10的 T10的燈泡 直接抽掉就好 那換上我們的LED 一定要買這種短 短支的 就是越短越好 不然其實會 不好放進去 好 這樣插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再套回去 好 那這個沒有卡扣 直接鎖螺絲就好 好 另外一邊就以此類推 好 我們等一下會試點給大家看 最後我再跟大家總結一下 相關的燈泡的規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種T10的 好 這種叫T10燈泡 一定要買最短的喔 這種是用在後車牌燈 的部分 就兩顆 那再來是 這種 雙肩的 雙肩型的 那記得要買最短的喔 這個是用那個 後車廂 跟那個 後座的閱讀燈 是這個規格 這叫雙肩 那 前面的閱讀燈我是用 燈片式的 它只有單邊發亮 好那這個也是T10的 好一樣是T10燈泡但可以選擇 照射面積比較廣的 好那 這個是 倒車燈 倒車燈的話是 1156斜角 1156斜角 那這是原廠的倒車燈 好那最後大家可能比較有需求的是方向燈 那所以我方向燈的部分我選擇是比較高階的 他是有自帶風扇 好他自己會有散熱 那這個方向燈 你大概原地打雙簧兩個小時以上都不會有暴閃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特別為 那個 LED方向燈設計出來的一個產品 這個真的蠻厲害的 好那如果有需要可以到我的賣場去做下單 我們的觀賦 narciss! 謝謝 語 書 衝 文貴 谢谢观看